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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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因斯坦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人人都說他是天才 但原來他的天才特質 在他小時候是未展現出來的 相傳要等到他16歲 有一天他爸爸跟他說了一件事 才改變了他的一生 愛因斯坦小時候很貪玩 又不喜歡讀書 總常當爸爸媽媽的告誡是耳邊峰 直到他16歲那一年的秋天 有一天他想著跟朋友去河邊釣魚 誰知道臨出門口的時候 就被爸爸截著 於是愛因斯坦就很不禮貌地跟爸爸說 我的朋友夠個個成績不好 豈不是一樣去玩去釣魚 但爸爸怎麼都要他留下來 聽他說一件事 爸爸說 我昨天和旁邊的大叔 一起去到南邊的工廠那裏 清掃一個大煙通 我們沿著煙通裏面的鐵梯 一路爬上去 大叔他走前面 我就跟著他後面 我們一邊爬就一邊清掃 一路爬到上煙通頂之後 就掉頭 沿路地下來 又是大叔走前面 我跟著他後面 就是這樣我們爬了出煙通 然後互相看著對方 我見大叔的背部和他的臉 都被煙通裏面的灰做個黑咪咪 那我就心想 我臉一定跟他一樣 所以我就建議去附近河邊那裏 洗一下臉 去到河邊 臉髒的大叔 竟然就是洗雙手就這樣就算了 然後就大無私樣地走向市集 市集裏面的人 看到他的臉那麼髒 就當然是笑他了 而我呢 就趕快洗完臉之後追上去問他 喂 你整臉都煙灰 為什麼不洗臉呢 大叔又回答我說 蛤 但我的臉很髒嗎 剛才在煙通捐出來的時候 我見你的身體都很乾淨 沒什麼灰塵 我就以為自己不是很髒 我在恩斯坦聽完之後 就哈哈大笑 但爸爸突然之間 就很認真地跟他說 無論誰都好 都不可能做你的鏡子 能夠做你的鏡子的 就只有你自己 在恩斯坦聽完之後 他覺得很羞愧 他決定專心一意地讀書 還時時刻刻以自己做鏡子 來審視自己 終於他照出了他人生之中 最閃耀的光芒 成為了科學界的偉人 其實不只是偉人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以自己做鏡子 去審視自己 不要看到別人做得好 就以為自己照做就一定會好 或者別人做得不好的 自己照做一定不會成功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都有自己的個性 我們不要跟別人比較 做好自己 照著自己的鏡子 一定可以照出你閃耀的光芒